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那些事 你我她的事 根据报告 现在还有很多 六十岁以上的乐龄朋友 还没有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得到 冠病和重症的几率 所以这对年长人士是非常重要的 我爸妈都已经打了 我公婆也已经打了 你们知道吗 还没有接种疫苗的确诊年长者 有百分之十到十五 会需要加护病房的照顾 这样不但会影响到其他病人 也会加重本地医疗资源的负担 对 阿公 阿嬷 你能卖弹尿 比较快更可怕 对 只有减少感染群 还有增加疫苗的这个施打率 我们的生活才可以恢复正常 所以 你们接种 我们安心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运动这件事 生活少不了的事 大家好 我是内老师 今天我们用毛巾来训练我们的下肢运动 好 双手扶椅子先 好 做好中心姿势之后 做踏步热身 来 开始 一 二 三 四 好 老师要提醒在抓做运动的朋友 找一个室内通风的空间 并且找一个坚固的椅子 很好 在运动的时候 最好把声音数出来 可以帮助你不憋气 而且也可以帮助大脑做运动 好 来 做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被打直 三 二 好 脚往前踢 一 换脚 二 好 一起做 开始 一 二 三 四 记得眼睛看前面被打直哦 六 七 八 记得动作搭配你的指令 很好 最后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把脚打开 收回来 记得手扶住椅子哦 来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动作先不用太快没关系 七 八 九 十 记得数出来哦 十二 十三 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回到踏步来 一 二 还可以吗 还可以吗 三 我们要把手加进来哦 六 七 八 九 好 把手加进来 一 二 三 不同手不同脚哦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记得数出声音来 不憋气 背打直 看前面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好 手脚一起踢出来 不同手不同脚 回来 换手换脚 回来 好 一起做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脚有点酸酸的 对不对 这是老师要给你的这个热身 等一下再做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好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好 把手脚放在一起 打开来 合进来 好 来一起做 开始 一 二 三 记得要数出声音哦 五 六 很好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加油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好 二十 好 这时候请你把毛巾拿出来 好 毛巾拿出来之后 先拉住 拉紧 放在肚子的这个范围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拉紧之后来 注意看哦 把你的右脚举起来 碰到毛巾 膝盖碰到毛巾 放下来 这个毛巾就像是一个目标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自己调整高度 来准备咯 好 右脚举起来 碰一下 放下来 右脚来就可以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如果觉得太轻松 可以把手拿高一点也没关系 一 但手不动 七 数出来 八 九 但特别注意在做这个动作 手不要跟着动 手只是一个hold住不动的情况 最后五个来 五 四 三 二 请你hold住 一 二 十秒钟 背打直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手持放下来 好 来换一只脚 来准备 你再换脚的时候 这个角度要差不多 不要太下来 来准备 开始 一 二 手不动 三 四 五 在做这个动作会觉得这里酸酸的 是很正常的 它就是要强化你的这个髋关节 外侧的这个部分 加油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好 hold住不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好 放下来 这样把手伸起来 好 手就不动了 只有动脚 看老师的右脚 举起来 放下来 但是不要踩到地 试试看 起来 放下来 可是如果你很累踩地就没关系 来准备了 手伸直 脚举高 右脚来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为什么要把毛巾拉直 毛巾拉直会把你的这边的肌肉 核心 这边的肌肉都会拉长一些 所以你在做抬脚的动作 它的感觉会更明显 用到更深层的肌肉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hold住十秒 一 二 记得数出来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放下来 换另外一只脚了 今天的运动会比较辛苦 所以你累的话自己休息一下没关系 好 左脚伸起来 好 一起做 开始 一 二 三 四 记得你刚刚如果右脚举多高对不对 左脚尽量举到一样的高度 才可以帮助他的肌肉比较平衡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hold住十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放下来一下 是不是觉得这里很酸对不对 OK 现在老师要把你的这个毛巾 跟脚合在一起 所以看老师做一次 毛巾放下来之后 把脚跟手一起往上推上去 右脚的部分放下来 但是脚不碰地 推 放 可以吗 来准备了 背打直一起做 记得数声音出来 一 放下来不碰地 二 三 手脚配合在一起 四 五 六 七 数出来 八 如果你觉得很累 你可以踩地板没有关系 很好 加油 最后五个 五 四 三 二 一 好来 换脚来 准备咯 开始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加油 最后五个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这时候请把毛巾先放在颈向这个地方 好 慢慢地这样坐过来 转到这边来 手扶椅子 另外一手插腰 把脚往后伸 像你在做弓箭步一样 好 来 背打直看这个方向 好 来 一样数十秒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回来 回来之后一样慢慢地转过来 好 换另外一边 好 当你坐稳之后 扶椅子把脚往后伸直 另外一只手插腰 看前面 来 一 二 三 记得把后面这脚伸直哦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先做好围来 好 慢慢地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先把毛巾放下来 放在椅子的后面先 好 双手打开来 做好中心姿势 来做深呼吸 吸气 吐气 第二次来 吸气 吐气 最后一次来 吸气 吐气 你做得很棒 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勵鼓勵 其实在旁边 看着我们两位艺人 开始做运动吗 我只能送给你们四个字 驾轻就熟 真的吗 真的 其实我很辛苦 我一直在忍 真的 我的腿已经就是有点在抖 可是我想说 老师说年长者很辛苦的话 可以脚放下来休息 那我放下来休息 我不就是年长者吗 所以我也就保持住 对 老师一直说可以休息 如果你觉得你受不了的话 你可以休息 我一定一直有那个冲通想要休息 真的 但是就因为太多镜头了 不想丢脸 对 因为老师的动作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其实他的那个效果 我觉得是很惊人的 旁边看的可能会觉得 没什么 就那么样 可是阿公 阿嬷 那人走了 那人知道吗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大家还是要坚持 持之以恒才能够有非常强壮的体魄 运动这件事 大家都要试一试 生活小尝试 一起长知识 阿公 阿嬷 千万不要嫌我们啰哩啰嗦 在这里要温馨地提醒大家 要更有效地对抗疫情 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还有要记得 在外头如果碰到邻居 好朋友的话 千万不要握手 微微笑 点点头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是 不管是饭前还是饭后 还有到外头如果触碰到了一些 公共设施的表面的话 一定要用肥皂洗手 或者是我们的搓手液来清洁双手 好了 温馨提醒之后 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子豪出场了 谢谢 大家好 是 子豪来到这边就是要 再分享一些营养学 对 我看到很多紫色的菜 很大 子豪老师 就我们今天专门来谈一群的紫色的食物 那紫色的食物呢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严格的定义 但是我们营养学来看的话 就是你吃到的部分必须要有紫色的成分 才算是紫色的食物 那三竹和芋头算不算是紫色的食物 三竹和芋头外面看起来是紫色 那紫豪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种颜色 你要专挑紫色来说呢 一定有原因吧 紫色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颜色 因为其实在天然食物里面 蓝紫色是非常少见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紫色本身 它含有一个很特别的抗氧化剂 叫做花青素 今天我们可以来仔细谈一下 好 所以吃它们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们桌子上有看到很多 比如说像这个紫色的葡萄 茄子 然后有紫色的玉叔叔 紫色的滴瓜 紫色的萝卜 还有紫色的包菜 它们里面所含的花青素呢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抗氧化剂 那这个抗氧化剂呢 可以减少我们身体里面胆固醇的氧化 因为胆固醇一旦氧化的话 它容易阻塞在血管 最后引发心血管疾病 所以这个是一部分 另外一个呢 花青素也可以减少我们身体 发炎的一些反应 那如果长期发炎的话 其实很容易引发癌症 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你会听到别人说抗氧化剂 有抗癌的效果 其实就在这个部分 那听你这么说 花青素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 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紫色的萝卜 这个很罕见的 对 这个非常地罕见 我很好奇它是怎么样的煮法 这里的东西的煮法 就是我们平常煮的方法 你怎么煮萝卜 你就怎么煮它是一样的 那它也不会失去它原有的营养价值 就是你不要煮太久 因为其实任何的抗氧化剂 一旦它在那个空气中暴露很长时间 或者在水里面的温度太大的时候 其实它的抗氧化剂的功能 就会流失掉了 所以最好当然就是生吃 不过有些东西这里不能生吃的 比如说茄子 茄子有生物碱 这个生吃会有中毒的现象 那要用什么样的煮法 才能够保持它们的营养价值 对于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说的话 可能对生食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抗拒 就很多时候会觉得说东西一定要煮熟才来吃 那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 要最大程度上维持着这些抗氧化剂 花青素的那个成分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蒸煮 就是食物和水分是没有接触的 你只是用这个水分蒸煮出来的水蒸气的温度 把这个食物弄熟 营养素还是保留在里面 它不会流失进去那个水分 就蒸好了那些菜肴 然后放一点点盐 一点点糖那样子 就是做一点简单的调味 就直接这样子吃 那刚刚子豪就有聊到这个花青素 其实花青素对于调节这个血压 是有帮助的吗 这里的食材都是属于蔬果类 所以里面有所谓的那个纤维素 维他命 矿物质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 再配合花青素的那个保护的效果 那对于血压其实一定会有帮助的 如果我们说到这个紫包菜 其实紫包菜很多时候人家也会拿来生吃 好像我们的沙拉这些 是 所以是可以的吗 可以 这个其实我们平常都是把它拿来生吃的 很少把它拿去煮食 所以这个当作沙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是我有时候我试过用蒜头来炒这个紫包菜 那会不会失去它的原有的营养 会有一点 就是你过热的时候 它的那个抗氧化剂会少掉 其实如果我们说到这些食材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吃胡萝卜 或者喝胡萝卜汁 人家会觉得开始 因为干吗 手脸会变黄 所以这一个如果我们吃紫色的这个食材 会不会也变紫色 人不会 胡萝卜素会变黄 但是紫色的这个基本上 我们不会吃到那个会变色的那个量 所以严格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一些稍微要注意的 比如说像紫色的地瓜 那我们都知道地瓜吃多了你容易脏风 然后常常会有那种想要放屁的那个感觉 然后有些人可能甚至会消化不良 所以吃的时候量不要太多 另外有些时候比如说蔬菜类的东西 它纤维数比较高 所以当你吃很多的时候 你有不足够的水分的话 你是会便秘的 我还以为吃多菜不会便秘的 两种情况就是你吃很少 你吃一点纤维 你会排便 但是如果你吃的过程当中没有添加水分的话 你的粪便会更硬 那你更难排出来 那个便秘会更严重 好 所以说到头来 要注意的是吃什么食材 对 而不是紫色的食材 会让你脸发紫 不会 所以真的是一门学问 因为很多食材其实是紫色 现在如果我们单单这样把它们综合在一起 对 葡萄也是 蓝莓也是 全部都是 谢谢老师 我今天又长了知识 是 大家都长知识了 再一次非常谢谢梓豪 谢谢 谢谢 健康那些事 饮食这件事 疫情肆虐 那我们除了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还有我们的安全之外 年长的朋友如果在生活或者是经济方面 需要帮助的话 也可以拨我们互联中心的热线去查询 或者可以拨社区关怀热线寻求帮助 如果身边出现有需要的老人家 可以建议他们去宁静的社会服务中心 Chef香 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的 像我的妈妈 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可是她是第一个举手去打疫苗的 她觉得打了疫苗 她就可以跟孙子一起玩 可以陪孙子 所以阿公 阿嬷你到来 想起来 每次都会打饭 打饭后 我能做得比较好 跟孙子做得比较好 跟孙子做得比较好 是 真的很重要的讯息 好了 跟大家分享了之后 下来我们要教大家怎么煮了 对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 它是一个泰式的泰式 所以我们有的是这个土豆 整个土豆你可以清洗它的外皮 不要剥皮 然后拿去蒸 差不多半个钟头到四十五分钟 就看大小力吧 如果我决定不要蒸 然后把它丢到锅里去煮的话可以吗 煮的话那个水可能会渗透进去里面 等下要煎 要炸的时候它的那个就会散掉 所以会有一点不一样 市面上有很多种马铃薯 哪一种马铃薯比较适合做这个料理 我们选的话就是稍微比较大力一点点的 然后印尼跟荷兰的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皮跟它剥掉 我听说这个煮熟的马铃薯 放在冷水里面比较容易剥 其实我觉得不会 它烧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剥 好 我们就用叉子来跟它碾碎 还是你戴手套 用手碾碎都可以 好 这个好的时候 我们就先煎我们的这个大葱跟这个粒 其实这个很重要 这个大葱你炒了 放在里面的话 它会很香 所以还是要炒过 如果这样生生放下去的话 它味道就不一样了 对 生生下去它没有这样甜 然后没有这样香 如果你要放小葱头也是可以的 可是蒜头就比较不适合 好香 你们好 你看那个粒的味道很香 然后我们可以加进去里面 好 当我们加进去之后 我们可以掺我们的这个海鲜 里面有袋子 有蟹肉 有虾 还有我们的小葱 这个海鲜我们用的是不熟的 等一下 因为它煮熟的时候 它的那个海鲜的精华 它的汁都会渗透进去那个土豆里面 所以就会比较好吃 比较鲜甜 当我们搅拌均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一点点的盐 跟胡椒粉 好 当你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圆圆的一个形状 然后做成一个饼样 还没煮好 我就 我口水了 你已经在口水了 原来方姐是馋嘴的 我跟你们讲 我是很馋嘴的 真的是很馋嘴的 好 把它做成形的时候 我们就放进一个盘 然后再放进去那个冰柜里面 这个步骤很重要 不冷的话 它不够冷的话 你一煎还是炸它 它全部会散掉 那可以不可以前个晚上就把它做好 第二天那样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但是要包起来吧 对 一定要保鲜膜包起来 可以不可以做很多 放在冷冻里面冷冻它 你放在冷冻的话 它的那个海鲜会出水 然后那个土豆也会出水 所以我不建议了 好吗 好 好的 我们就放进冰柜里面 基本上要放多久 一个钟头 给它定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我们这个面包糠 所以我们上这个面包糠的话 其实是有程序的 我们先要放面粉 再放鸡蛋 然后才放这个面包糠 其实这个面包糠是比较特别的 这是我从用苏打饼 拿去搅成好像粉状 所以这个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就只剩下要去煎炸的部分 对 只是煎炸的部分 所以我们不要太多油 我们放它半煎炸 你要小火 不要太大火 不然它的那个面包糠会黑去 对 所以那个火候的控制要很好 这个还是一本学问 真的 这样听起来有点小复杂 不过不要紧 煎炸之后 好吃最重要 待会就可以看成品了 所有的海鲜加上马铃薯 面粉 还有泰式辣椒酱 就是一道可口美味的泰式海鲜饼 好好吃 这个 阿姨 阿姨 如果你想去泰国旅游 就学做这道菜 如果你想去日本 就学做日本菜 乖乖地在家里 学煮东西 不要到处走 这道菜真的挺特别的 原因是因为 你一放进去嘴巴里面吃的时候 它外面很脆 可是内馅又很柔软 你知道吗 然后再加上你不同的海鲜类 嚼劲又不一样 所以真的很多个感觉 很丰富 是 真的非常丰富 很幸福的感觉 非常幸福 所以阿姨 阿姨 如果你也要幸福的话 记得尝试煮这道菜 如果忘了任何步骤 也可以到mewatch去重复观看 除此之外 一定要拍下来 在社交媒体跟我们分享 健康那些事 你我他的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